Hello,大家好,我是小船 现在我在日本的品川车站 跟大家说刚刚又发生了一件蛮爆炸的事情 我坐的那个列车它又延迟了 就好像听说发生了一个人生事故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误鬼啊 就是我今天约了跟朋友吃饭 吃完饭顺便经过品川车站 想的是回我以前公司 怀念一下顺便带了现在这个相机拍一拍而已 没想到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跟大家讲就是这样的这个事情 在日本发生的还是挺普遍的 是我们上班族白天的一个日常 这很多日本人听到电车起烟 这是延迟 可能会有人跳车 他们是没有什么感觉 他们心里面想了更多的是 能不能如果你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话 不要挑一个早上的高峰时间 挡着我去上班 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都很沉重 至少我没有那么冷漠吧 我是很能理解日本上班族的心情的 我三年前离开了这里 那我一直都在想的是 如果我那时候没有离开 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也会像他们一样 所以呢今天本来只是约朋友的 但就特别有感触 所以我就拿了这个相机 打算一边跟大家边聊聊 对日本的一些看法 一边回去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以前上班还有就是生活过的地方 好吧 OK我们走 哎呀来到这个地方 我的天 你知道吗 那种心情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我每次 以前上班走这条路 再过两分钟会到我公司大楼 我都是死了 那个心一样 那么不知道怎么跟你形容 现在有种功成身就的感觉 哎呀好开心 如果不是不是别人会看到我都想这里跳个舞 我真的很怀念 讲真的我不是矫情 但是我真的很怀念 不用再上班了 不用再过来了 他其实我跟你讲个故事 你知不知道当时 我跟我那个group的那个上司 我说我受不了我一定要辞职 他不让我辞职 他说你要放弃一个这么好留在日本的机会吗 我说我不要待在这里 他说你要回国吗 我说我回国怎么了 他说你想清楚啊 我要去入国管理局里面取消你的在留资格了 我真的那时候 我直接骂他了当天 那时候他还说你不珍惜留在日本的机会吗 我说谁会珍惜这样的机会啊 我现在我公司就在前面 我真的很想见到他 我想跟他聊一聊 我想告诉他说 不是一定要是你觉得这个价值观 一定要这样工作 才是人生唯一的选择 我ędrana的美国 好了 等等等 这个就是我以前的公司 所以这栋楼就是以前公司的楼 就叫Shinakawa Frontville 然后我公司 他的集团公司 我的公司是 Anyway 不怪我事了 不知道让不让进去 我知道了 所以我就是以前每天西装革履 你都不知道我那时候穿的西装是很正式的 穿着个高跟鞋背着个皮包 然后进去排队上班 上班的时候因为社员太多了 他们排队还得排在这 一个一个一个陆续的去坐电梯上去那样 我刚刚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这是工作时间的时候 我故意拿这个电脑 因为我在哪都可以工作 我拿着我的MacBook Pro我坐在里面工作 以前东京公司应该还是有人认识我的吗 可能啊 然后让他们碰到我的话 我不知道会超出一种怎样的火花 看着也挺好喝的 那下一步的话去我以前住的地方吧 大家看到这个中华吗 汇服 我之前跟大家讲的是有一次应酬 一直照顾整个部门 二三十个前辈 他们的level 照顾的level就是你不能让他们的酒杯是空的 三十个人轮得倒酒 忙忙糊糊搞了一两个小时 我一颗饭都没有吃 还要陪他们喝酒 还连续加班了一周 然后我去到厕所直接晕倒的地方 我记得就是这个居酒屋 很多垃圾 就在这里面了 但是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 已经翻篇了 Go go 走吧 来到我家的车站了 说实话 我一瞬间下来我都有点忘了我家在哪 你记得我家在哪吗 应该是在你 好热 哇今天好多人 好热 哈奇 你觉得日本怎么样 我觉得 我觉得日本 很适合打工 为什么 很高安定 说句实话 其实我也蛮喜欢日本的 有些时候去了一些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 再回来看 真的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因为你看日本很干净 你在路上应该找不到一块垃圾 日本治安又好 然后人的素质也很高 跟你说一件 我就是觉得很惊讶的事情 就是日本人在外面住旅馆 等到他们退房的时候 你知道他会怎样吗 他会自己先简单打扫一遍他再退房 因为他可能会给酒店造成困扰 这样还会这样 是的 是啊 日本还有一个很独有的现象 就是终身雇佣制 你知道吗 就是你可能在救活的时候比较辛苦 但是一旦你进了一个公司 如果是一个大公司那太好了 因为你怎么说呢 你会有非常稳定的收入 还有比较可观的bonus 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只要不是犯事了 犯罪了 公司是不会吵你的 而且他也不能吵你 因为雇佣你会受法律的一个保护 所以呢 造成一种情况就是 哪怕你不是那么优秀 他都不会把你怎么样 就是哪怕你 就是老老实实在公司里面工作 你一辈子就会很安稳 他说你以前在日本 有没有犯过一些什么事 什么事 我能犯什么事 我犯了挺多的 但不是犯那个事 就是犯一些小的miss 就例如什么 我们以前不是做营业的嘛 你就是要穿的西装 然后带着名片去拜访客户啊 我猜你也知道 你拿着那个名片跟客户 你鞠躬多少度 多少度可是有讲究的 我们进公司第一周研修 你叫研什么 研修你第一名片的角度 你要这样 还有就是你名片的那个名字啊 位置 就是还要有讲究 往哪个角度递给客户 如果你递错了 按理完 但你没有mina 就是你的礼貌不够好 还要站电梯 对 电梯的位置 我跟你说 到现在我都没搞懂 电梯该怎么站 你这样吗 客户的位置 前辈的位置 自己的位置 对啊 电梯里面都有固定的位置 对啊 还有一件事你知道吗 就是你没发现日本经常会有一个说法 就是空气 を読む 嗯 对啊 就是翻译成中文 就是看空气 闻空气 就是什么东西都常识常识常识 所以呢就是你理解了 日本有这么多规矩 你就明白说 如果我是个外国人 我没有常识 我空气 我可以一句说 我是外国人 那可能会有人稍微宽容你 但如果你是日本人 这个说法就走不通了 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其实就更压抑 然后你在一个这么压抑的环境里面 然后这个文化 有给你各种条条框框 你要在条条框框的内部里面去活着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 是我不知道因人而异吧 但对我来说 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幸福 所以你这样想 你就其实能明白说 为什么这么富裕的日本 有这么多人自杀 我觉得根源的原因 就在这边吧 刚我跟你聊了这么多 以前犯错的事情 不就是一个缩影吗 对啊 好我们走了16分钟 终于到我以前的家了 当当 share house 以前我就住在这个房间 你知道为什么要住在这吗 因为它是能够去到品川 最近的车站的房子里面最便宜的了 这个房子当时在东京 这片物价这么贵的地方 这可是太田区 太田区挺贵的 一个房间才5万日币 但是我只有7平米 7平米的房间有电脑桌 有床有收纳柜有衣柜 这几年来呢 有时候我在清空手机里那些照片啊 会刷到以前那个房间的照片 我就会在想 我如果失意忘掉了三四年前的事情 我光看到这张照片 然后他某个人 什么 那人干嘛 某个人告诉我 这是我三年前住过的地方 我可能都不敢相信 回到房间了 其实呢我这次来日本 主要是为了更新我的国际驾照了 因为呢我在在全球旅居 下一步我可能想去土耳其啊 泰国啊巴厘岛 那个时候真的很想开车 所以就回来更新了 话说前几天呢我在我的IG 在现实动态里面说了一下 我其实不太喜欢生活在日本这个环境 问大家想不想听我的想法和真实经验 结果呢有96%的朋友说想听 那我就斗胆说一下我的一个观点啊 其实呢我刚刚走在路上讲的 这些不过是小部分日本的缩影 但是如果你能够真的理解得了的话 你就能够明白说 为什么这么富裕的日本 却有这么多人想不开 因为富裕不等于幸福 日本的文化是把忍耐和守规则 当作是一种基础的美德 他们把一个人在一个公司 干一辈子当作是忠诚 把砍掉自己的想法个性 迎合身边大部分人当作是美德和常识 对他们来讲 例如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正常的 例如说像创意这种事情 是规则外的事情 他们是不太关他们事的 他们如果能选 还是宁宁愿愿选择拉老师上班 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安心的 但其实呢讲真这种情况不仅是日本 其实我们整个亚洲文化都多少少都有这种倾向吧 就是一直都会把谋生看得比过你不后悔的人生还重要 所以呢身边的环境包括父母不总是告诉我们要好好读书 一定要考高分考好试找到好大学找到好工作 如果不然你会怎么怎么样 如果不是的话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考公务员 不要说别人连我自己的家长都是这样的 我呢其实也有不少啊大学时期的同学 他们现在已经结婚生好几个孩子了 但是之前跟他们约的时候呢 给我感觉他们现在的精神状态 跟他以前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真的差好远 他们我的同学的孩子都三四岁了嘛 就开始急着让自己的小孩上钢琴课 画画课美术课编程课 我都好难以想象 跟我一样的同龄人啊 对自己的孩子这么着急 他们想法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掌握这个才艺 大个能力不然就会输给其他的小朋友了 然后呢 其实都能想象到他们的孩子就从小学开始 就不断的要求好好学习 努力学习考不上一个好大学 考不上找不到好工作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养家糊口了等等等 然后等到他们的孩子进了公司之后又要怎么说呢 可能要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也不敢轻易的冒险轻易的改变 可能也只能到了黄金周的时候可以去外面旅游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等于说又要重复上一辈的生活状态 但是幸福的定义是因人而异的 他们觉得这样才算安定 安定才会幸福 当然人各有所自 这个我不好说什么 以我自己来看的话 我反而会想的是这真的是这样吗 我没有说这样的生活是错的 像我刚说的 人各有自 没有所谓对错 只有适合和不适合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这个时代 你是为了安定才想要进一个公司的话 那你的人生后面肯定是很脆弱的 例如说你可能可以根据你现在的薪水 算出你这辈子的生涯总收入 但是你的未来是不透明的 任何天灾人祸 发生的事故 父母或者你的健康等等位置的风险来一个 我不知道会不会花光你之前所有的积蓄 那如果这样的话 真的能说说它是安定吗 我一直以来呢都认为安定它是一个伪命体 没有什么所谓绝对的安定 你只有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人生才能说是最大限度的安定 这也是为什么几年前 我放弃了快要到手的一个永居资格 也放弃了这里工作的金饭碗 回国了 然后开始了 那么看起来不靠谱的自媒体的时候 身边的人是很不理解的 但是呢我一开始的想法就很简单 我天生就是不喜欢被束缚 我以前在日远的时候呢 很多日本人说我没有常识 我一边笑着我心里面想的是你才没有常识呢 那难道天天穿着西装革履 在办公室点头哈腰就是常识了吗 那难道说每年一定要挤在黄金周的那一周 才能够出国旅行就是常识了吗 我真的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为人生设限 实话实说 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的 或者我很有勇气 只是说我知道我想要什么 然后我只是踏出了那一步 然后一边做一边学 努力了几年 真的走到了这一步而已 我真的是因为运气好 我很幸运的抓住了红利 达到了我的理想 如果呢你让我再重灵一次 我不保证我可以成功 但是我能够保证的是 我一定不会做着我不喜欢的工作 去消耗自己 不会去对着我不喜欢的丧失 被迫去根本就不想去的酒会 就算有没有自媒体 我也会想尽办法利用网路这个杠杆 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来解放我的场地时间 还有就是人际关系自由 OK那差不多吧 我的频道呢 一直以来都是关于分享网路创业 网路赚钱 这是付费的实战经验的 可能在外面这种这么直白的分享 分享不是很多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记得订阅 那然后如果你还没有领取下面的两个福利的话 也建议你去领取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资讯栏第一条链接的70分钟免费公开课 我有在里面说出了我的YouTube频道 从零十周突破十万订阅的方法 来帮助你经营一个利润丰厚的YouTube频道 然后第二个福利呢 在资讯栏的第二条链接 Star创客系统 它是专门教你从零打造一个 能赚百万美金的线上课程的 不过呢 你必须要先通过我们的审核 才能够加入这个培训计划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约我们的团队专业顾问 一对一的会议 我们会在里面看看你的情况 我们能不能真的帮到你 还有你的打造线上课程的商业潜力 看我们能不能帮你走得更远 OK 那最后呢 我希望无论你正在从事任何的工作 你怎样的家庭和人生 如果你觉得你眼前的生活是很OK的 那完全没问题 珍惜它 这个就是幸福 但是如果你觉得不是 也不要灰心 你只要知道自己想要是什么 然后努力接近它 即便最后没有达成 但是你也会经历一场 不会后悔的人生的 我也喜欢看我节目的 你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若干年想起来 你会感谢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好吧 那我下一步去的是北海道 我们北海道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